同學們好,來看一下章師大的研究所考題 這個題目的解法很多種,我要用比較快的方法來解看看 各種學,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因變數放在一邊等號左邊 把所有的自變數放在等號右邊 來解這個題目 我這樣的想法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能夠把問題變成左半邊跟硬變數y有關 右半邊跟自變數x有關的話 這個在我的分類裡面是做type 2 就是第二種類型的問題 如果能夠整理整類是這樣的形態的話 其實我只要積分它就好了 因為這樣的積分可以製造左半邊跟硬變數有關 怎麼說呢? 因為這裡我現在要積分 對自變數積分 這個積分的過程中,左半邊的dx 一個再分子,一個再分母 可以互相抵消掉 所以左半邊跟硬變數的積分有關 而右半邊跟自變數的積分有關 我基本上是要用這個概念來解題 我們試試試看 我們的解題過程中 現在原式調整下位置 原來方程式把它寫成 y對x的微分等於y 第二項移到右邊去 再把右邊 那一項移到左邊來 相當的整項屬於y y分之一乘上y對x的微分等於1 同學現在已經有對應到 我原來這個標準型態的 大家就積分它了 左半邊、右半邊同時積分它 我們把這個標準的積分 對x的微分等於x的積分抵消掉 對x的積分抵消掉 左半邊就是nature log y 右半邊就是x一次方 加上一個積分常數c 解答到這邊其實已經可以了 但是我們再化解一下 取自然指數函數 所以我們把這個安排為 新的常數c 新的常數c 減分抵消 所以我們把這個 減分數 所以我們可以整理 左半邊是y 右半邊就是 x次方 乘上x次方 這個跟常數有關的 計算 仍然是常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安排為新的常數c 所以y就是一個常數c 再乘上x次方 這樣看起來比較漂亮 是這樣的一個通解被找到了 各位同學這個叫通解喔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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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